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日的新聞聯邦 其實我們是星期六六的 因為有些東西都很即時的 我們應該 隨便換到三十八星期一 你有換嗎 我沒有換 如果 隨便換到三十八星期一 其他人就換了 搞了很多東西 我們也換了背景 所以如果有些不太及時 敬請大家原諒 尤其是美國那邊 不斷都信息萬變 好 今天我們講一下樓 陳茂波財政司接受香港電台的一個節目的訪問 聽取市民的未來預算案的意見 有市民問他 會不會撤銷住宅物業的辣椒稅 陳茂波表示 樓價仍然相當高 政府無意就住宅市場撤銷任何辣椒 因為他強調不願意 因為如果撤銷辣椒之後 樓價會升高 你覺得是不是要撤銷辣椒是一個時候呢 陳茂波不撤銷是否正確呢 我只是說一件事 現在樓價是高於做辣椒之前 是 虽然有些無論問題 但是你首先樓價在辣椒的時候 你要是低於做辣椒之前才可以撤辣椒 但是交收量好像低了很多 你不是看交收量的 如果現在假設好不好 假設現在樓價升了一倍 然後交收量很大 這樣行不行呢 代表你會再上升多一點 明白嗎 你會再上升 所以交收量不是這樣看法的 你一定要看樓價 你的邏輯說不通 就是說你撤辣椒的原因是因為樓價更高 現在你用辣椒 現在你撤辣椒的時候 樓價比你用辣椒更高 那就不應該撤 反而應該更加加辣 所以陳茂波用大師的意見 陳茂波是對的 不撤住 也有市民建議陳茂波 實施租金管制 將租金封頂 或者將建議租金和通脹掛勾 市民的想法可不可行呢 什麼呢 實施租金樓宇租金管制 誰說呢 市民 旺購 是 這個叫租金管制 是 租金管制已經行過很多年說不通了 當年的時候 就是租金管制的樓宇物失收 是 這些樓宇物失收 大家就會不去 就是租金管制 你只有一個狀況是會不會發生的 是 在理論上 就是 你必須要知道 現在是將會即將有大量的樓價出 樓供應 然後你就用這個租金管制 你去頂一頂 然後過幾年就撤銷 但是現在你租金管制是一個永遠的管制 因為你過三五年都不會推出 因為之前泛民亂說 搞到整件事是所有樓宇都不能推出 就和地產爆權全部在勾結資產之餘 所以他們是 根本上現在密地所有東西都被這些樓宇物綁住 你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 你在短期三五年的話 大家就是大家一起 因為我曾經說過 之前的樓宇 香港的樓宇 失修情況是很嚴重的 折舊 越來越舊 平均扭鈴 是很嚴重的 如果你這樣去搞 你租金管制的話 大家就會 中影響 而且你沒有利益 可能我的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樓價高 你再租金管制 我就等賣不等租金 那你又要空置稅 空置稅是你們的監管 如果不是的話 又亂來 所以市民是弱智的 但是為什麼呢 譬如民主黨 胡志偉這些人渣 全部弱智的東西已經太多了 所以大家 給弱智的政策專家 所謂 然後就是民主派那些 現在都拘捕了那些 就是珠海迪那些 只剩下姚蟲而未拘捕 他們那些就亂教你 於是就搞成這樣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地產包含鬧結 好 另外一個市民就這樣說 看看行不行 他說希望當局容許 居屋的業主 可以在免保地價的情況之下 加岸那層居屋 騰出一個金錢 應對這個難關 對不對呢 這件事是對的 因為他搬了他可以加岸的 但問題是這條路自己選擇 賭家補陷 加岸可能會被人保守 當然 後果價要承受 但他現在是不可以加岸的 如果不保地價的話 是的 其實是應該可以的 因為如果你也是花了錢 因為到最後你供不起居屋 但是你一生人之後 要有一次買居屋的機會 你供不起居屋 然後取消居屋 然後就沒收居屋 那你在街上真的會住小很多 所以其實你也說這條路 自己選擇 不要說糟糕了 我們說借錢總要還 譬如你叫政府希望 放寬你的居屋的保地價 令你借到錢 政府是應該這樣做的 因為你也要還 現在市場的市場太辛苦了 就是說你最多說以三年為限 這三年可以之後就不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的 因為現在實在太艱難了 另外一件事是關於樓的 有些讀者在亞洲電視上留言 其實應該是問答答的 但是我捨得又問了 他又問你大師 今年2010年的樓市走勢有什麼看法 好像答了 在銷售場景答 那介不介意在這裡簡單說呢 因為我已經不記得答了 我怕自商矛盾 就是說你自打嘴巴 我想我周顯大師很少自打嘴巴 我的邏輯性這麼強 但是有片有真相的情況下就避免了 沒錯我忘了答了什麼 香港的樓的問題就講到這裡 各位長毛波 那我們去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其實只有一個單 就是美國國會的衝突事件 國會的警方最後證實是 有一名警員在應付衝突期間殉職 四名示威者加一名警員 令到事件的死亡人數增加過 四大掃琴 這個是四屆他入行 是的 五個人死亡 幾大件事 五條人命 這個情況也發生得很快 似乎特朗普就吃光了 因為在國會山莊衝擊之前 特朗普在附近出席了一個集會 他在那裡也親後 叫人去國會山莊 所以我走了 吃光了 拜登也批評特朗普的煽動暴力 國會眾議院長佩洛西 要求納克引用憲法第25條修正案 啟動程序解除特朗普的權力 據報副總統彭斯反對 有報道說彭斯和龐貝奧 初初都是傾過想罷免特朗普 剩下兩星期的任期 佩洛西也昨天在Twitter發文 也說他已經和軍方保持聯繫 恐慌特朗普會發動核戰 或者動用軍隊去保護自己的權力 軍方方面已經答應了 他們絕對會守著這條線 因為總統下令他們去做 現在佩洛西和軍方的最高層是說 只剩下兩星期 你們不可以 總統叫什麼就中 那中國還不能收回台灣? 中國還不能收回台灣? 那就是兩個禮拜時間 要問誰 你說還有兩個月任期可以考慮 兩個禮拜很快過 那些艦隊部署得來 都是一個禮拜 現在不好聽 那25條修正案說兩天可以完成 那你立刻罷免罷症 那權力都到了拜登那裡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有很多很複雜的狀況 很複雜的 我要做一件事 你唯一能夠處理到的 我覺得就是 特朗普辭車 立刻辭車 然後拜登上 不可以 彭斯 彭斯就做十日總統 然後他就射免特朗普 特朗普自己射免自己 特朗普射免自己 有憲法問題 所以有問題 即是彭斯射免特朗普 當年尼克春試過 於是他就會解決了危機 因為如果特朗普被捕 而這件事很難避免 特朗普被捕或是坐牢 美國可能會來前 我們待會會講一個問題 你明白嗎 待會會深入給他講 你再深入一點講完 對 待會再講 現在的情況是如此 特朗普也仲叛親 而且硬食了群眾衝突 即是暴亂 他們定性了 這是暴亂 進去的那些叫暴徒 整件事就是 特朗普有一點錯失了時機 錯失了 如果你要去做的話 你又在選舉的激情結束之後 第一、二日就做 他想等法律翻盤 你應該是不應該等法律翻盤 他希望號召一些人支持法律翻盤 因為你如果要暴動 就是立即過一晚 那些士氣最強的 現在已經被人組織了 拔掉你的人 那些人打 那些事情 也要純粹正直來說 當晚就要搞的了 你如果要攤牌 你就當晚就要攤牌 錯失自己 你要暴亂 你就要暴亂 至少那些事情會大很多 你就做了一大 然後做了一個 你以為你會支持者 其實當在隨著時間 你的支持者一路流失 你一路被人游碎了 別人看見形勢比較強 那邊餅大 那邊飯香 你就走了過去 他自己身邊的人都不斷流失 沒錯 你第一天就捆綁出來半變 當然你也是做了大 他整件事如果第一天半變 那一個機會更多 他的機會流失了這幾月 是很糟糕的 那情況就是 Twitter就宣佈了 永久關閉特朗普的戶口 永久 再不讓他有任何說 任何的煽動群眾 除了他之外 有很多 他現在稱呼特朗普的支持者 叫做極右的支持 極右的分子 無端端就是特朗普支持者 侵粉現在就變成極右 因為整件事定性了 但是進了白宮的人 很多都自己自拍拍照 拍照 直接FBI都出了通緝令 接下來很多人會被捕 有些已經下過網了 以暴徒的身份 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這個狀況就是這樣做 就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你首先 如果這樣的話 你會牽涉到一件事 現在那些人 有多少人進去了 那些人應該是幾千人 幾千人 OK 香港的時候應該有一兩百人 香港那裡應該有 如果衝進去立法會 有幾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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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為何到最後香港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其中一個訴求 是你很難會避免的 嗯 就是 你之前犯了事 那些 你是要release 撤銷他的罪行 嗯 即是說 我現在講一個 理性一點的說法 現在我們反對你逃犯條例 嗯 我現在做了一堆暴力衝擊 嗯 然後你逃犯條例撤回了 嗯 你逃犯條例撤回了之後 那就是證明了 我們反對是有道理 要麼你就不撤回 我總而言之 你們不反對就是混蛋了 就是犯法的暴徒 你撤回了就證明了 我們反對對 嗯 那你撤回了證明我反對對的話 就證明你應該要 特赦我們入了我們被告的那些 嗯 你明白嗎 嗯 那是一個邏輯性問題 邏輯性問題 嗯 於是乎整件事的話 就是五大訴求 但是政府一路 你轉所有的事情 你不去 不去 做 我忘記了五大訴求 我忘記了五大訴求 不要忘記了你 你不要職場考我 我現在的記憶力很差 兩位 兩位 拍金順政的人 做時事節目 真的 哎 怎麼搞的 好 好 好 至少要找羊羽才可以 那狀況就是 就算其他人叫你所有事情都不做 不要搞全民普選 那你也放回之前邁了那些人 所以你永遠都不可以做了一個解決 但是政府覺得如果放出來的話 政府威信就沒有了 如果給我就不放了 明白嗎? 其實他撤銷的不是為了暴徒 他撤銷的是為了 把暴徒放水給暴徒那些 那些背後的支持者 就是說那些給了10億的暴徒 那些收了3億 那些支持者 大家都知道暴徒背後是有人放了很多錢的 只要一條口也放了10億 有幾億錢 美國也放一些 至少要把香港那些勢力化解 所以他放棄逃犯條例 就不是為了那些暴徒 先解釋一下香港 現在這個類比就是類比美國 如果那些人是幾千人 但問題實際上是不是幾千人的 他們背後是說幾十萬幾百萬人 是在背後支持他們過來的 或者是一半的美國人 共和走之前 共和走之前 之中可能有一半 有些人不支持暴徒 就是說和理非非不支持暴徒 也有一半或者一半 那些人現在你走進去 他們是為了 梁振英反駁了龍冠聰 反駁了一些人 這些是美國和香港不同的 因為他們是為了民主而戰 你就是為了暴徒而戰 即是龍冠聰卵 梁振英就完全反駁了幾件事 有什麼分別呢 你是不是只要你是為了民主而戰 就能做出所有的殺人下方都合法呢 就是為了民主下方就不擇手段 那其實梁振英就認識 共產主義是很好的 你怎能說干啥共產主義不好呢 共產主義不好的意思 是因為你用共產主義的時候 你要達成共產主義的手段的問題 當然 這就是手段問題 那就是為了民主要有改正的手段 即是他們邏輯全部民主派的人 大家不知道 因為大家不愚蠢也不會做那些 意思就是這樣 你反對共產主義 為什麼當初是反對共產主義 不是你說反對共產主義 各轉所長各取所需有什麼不對 是因為反對共產主義 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 或者共產主義用這個手段 其實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我記得嗎 現在就是手段問題 手段問題用這個手段來達成民主 用這個手段來達成民主 是否正確呢 羅冠聰當然是九読 但是因為羅冠聰本身的智力很低 只不過上路會說你不智力很低 你也不會入香港眾志 香港眾志是一群珠西的人 去入香港眾志 你看他的 他的政綱也不懂得寫 要找黃丹寫的 所以本身有一堆珠西 當然有很多珠西 總之是珠西才投票給他 支持他 那就不在話下 你看到他那堆東西也不知所謂 什麼是復家 沒有人看的 不是珠西 不是你就不會看政綱 你明白嗎 即是連政綱都不看就投票了 大家 那些蠢人香港人蠢 又變成這樣一個地方 那不要說了 那現在就輪到這個狀況 那回到最基本的 那 如果你不放人 是不是我們死了四個人 死了四個人 死了四個人 現在你還不停抓那幾千人 大規模搜捕 大規模搜捕 那你的暴亂會不會升級 小藥 臣 大規模搜捕 年 這一個地方 是 感谢观看